陪公子 这是佩乌家的儿子 你应该有印象 属于所见 那东西天生就是地了 与禽兽没有两样 我想把它 变作宠物 为了血统的纯洁 黑屋老头娶了他的姐妹 产相比较乖 可见低廉的血统 只会让下一代变得更加低廉 所以 从这一代开始 我要净化家族的血统 五大家族 要由最优秀的血脉来繁衍子孙 黑公子 今晚我和墨家的阿姨将在这里取范昏 黑公子作为朝廷的使者 能为你祝福 再下深感迎谢 五大家 五女 五十楼 八十楼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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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消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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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消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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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俘虏们都已经按照施主的要求聚齐了 我们随时都可以开始 就等你发好势令 我不是迷信的人 早就不再祈祷了 但今天是我的大好日子 还是照着子民的规矩来吧 点燃圣火 午夜 开始 左翼 是我看错了吗 圖火罗人信的是佛 我们这里信的是火 你们中原人信的是什么 中华知道天下万民又何止是一种性格 佛家 道家 儒家 拜 教 百家争民 百花齐放 用宽广的心怀包容这一切 那 便是中华 说得好 不过裴侍郎对我说的 可并非如此 大漠也好 中原也罢 拜托江山靠的是杀戮和吞噬 而非包容 拜公子 你 真的是朝廷派来的 使者吗 或者说 你们中原人就爱说一套做一套 嘴上说的是人意道 怀里抱着的是别人的新娘 黑公子 该把女人还给我了 尽快到帐内休息 等后婚礼开始吧 何医学 吵醒伟派你捉拿知识狼 你还没办成 反倒忙着称王寻亲 败族私欲 我看不到你半点诚意 速速将知识狼的手机拿来 拿下之前 不准进这个账 还有 记得把我的马 喂好 图火罗人 去跟你们的头领说 于是现在就要开始 我要让所有人知道 这里是谁在做主 滚出去 你又想再用你的脏手碰我 姑娘 我不会害你的 会有点疼 你要忍住 放手 给我放手 姑娘 你不要乱动 你要相信 是吧 杀害我的二胆 毁了我的家园 都 都是你们在背后指示的 这还不够吗 难不成 还要羞辱我的身子 你才会满意吗 抱歉 姑娘 让你受惊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只是 你身上的箭头 若不及时取出来 可能会危及到性命 莫组长是我敬重的人 为何 热口 不许用你肮脏的嘴巴 洗击我阿塌 把刀子给我 姑娘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你不能自去 小话 该死的人都还没有死绝 怎么可能会自杀 咬着他 不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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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 我要 我要 活下去 不管有什么手段 我都要 杀了何一璇 还有你 我也会杀了你 只要是中原朝廷的人 我一概不会放过 你 族长有令 留下几个警戒四周 身下的全部跟过来 快快快 你是族长的烈烈 快快快 快 过来 看来 这小子是等不及时辰了 好 崖掌都变空了 你都只有一个朝廷官兵 就是现在 杀了那个将兵 把丫头救回来 动人 你们侍奉的主子 都已经死了 看照规矩 我原本应该让你们陪葬 不过 我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 我要给你们一个机会 跪下 我 跪你 可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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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亲王后不再忍让 不再妥协 我已经不需要中原人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一群当的首领后 咱们还有三年吗 没事 我关他面下活不个今晚 那咱们的银笔算是保住了 天使 那你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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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掌 ļ 你 committee 魏anca 空 非 船 亟 不 臣 大漠的马可再也不能让你们中原人骑了 你也回不去了 好 正如所愿 君以民为本 视为人 如今民远四起 君主关心的却是征法和功名 君不仁 臣却不敢言语 反倒纵容其道 以谋取权势 人是谎言 行义之人惨死 利欲熏心之辈得势 其背后是伪善的礼和诸心的智谋 神义礼之心 在利欲面前 皆为虚妄 叔父大人 说您是想让我看清这现实 那我已经看到了 但是 我不认可 断了他 闪了他 喵 闪了你 虚妄 全都一起上吗 包子要把你们这些鼠辈 全部碾碎 提前屁股而已 就不要大帮居士了 杀 我不认 你们还乐着干什么 给我上 听到了呗 新鸭拿的 一句废物 继续上 没错 我 都会不会 你想干什么 上去帮手 我们俩在闪闪的怪力 能对付之族 对付哥特币 就算能在剑之中活命 后面还要复过了奇名在等着 咱们拿什么对付他们 猛虎在凶 终究也不敌群王 若是我们现在暴露新宗 就会变成乱产的狗 狗虎罗人 快上去了结他 你不认识 他在什么 他在什么 要么 有不及的 默默死去 有么 没顾及的 回下来 成就大爷 但是 说服大人 你 心眼看来 没骨气的活下去 不能算是真正的活下去 来 痛快玩到死了 之前的飙人中 乌鲁鲁不知疼痛的战斗状态 让刀马吃了闷亏 没有痛感的他看似迟钝 势则身手敏捷 力大无穷 虽然智商欠肺 但战斗力 着实不低 甚至在群殴刀马的时候 只有乌鲁鲁和狼 造成了真实伤害 本期视频中 无知的何一璇 自念地认为 是佩乌家的血脉滴泪 导致乌鲁鲁的智商欠肺 而经过九年义务教育的 我们都知道 乌鲁鲁只是 进行结合后的悲剧产物 我们在考究 并综合乌鲁鲁的 几个病情特点后 提醒我们 乌鲁鲁的面相 有很明显的 二十一三体综合症的特点 但三体综合症患者 大多身材矮小 和乌鲁鲁小巨人般的身材不符 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本期视频中 凭一臂之力 压制住了乌鲁鲁的阿罗汉 气场可谓是强大无比 而他当时单手核实 口中所念的梵文 在我们求证了语言之道 小姐姐的奶奶后 得知正是佛教的六字真言 一称六字大明咒 六字真言是观世音菩萨心咒 据传是佛教秘密莲花布 之根本真言 含有诸佛无尽的加持与慈悲 是诸佛慈悲和智慧的声音显现 此咒即是观世音菩萨的微妙本性 通常具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和利益 在古代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中 六字真言经常拥有不可思议的功效 比如在西游记原著中 释迦摩尼首长所画的五行山 一开始其实是镇压不住悟空的 后来佛祖名阿难尊者 将六字真言的金字帖子贴在山上 五行山即可缝合生根 悟空也有气无力再也挣脱不得 直到五百年后 唐僧接下帖子才能脱困而出 根据后世学者研究推导 六字真言源于梵文 大概是从土拨赞普拉托托日年赞时期 传入西藏 七世纪随着藏文的创制 松赞干部统一清藏高原各部落 建立土拨王朝 他正是以观世音菩萨为本尊而行供养 宋咒 根据第五诗达赖喇嘛 旺达罗桑加措在西藏王陈记记载 藏王松赞干部曾在隔热地方的横道上 亲眼目睹六字真言显现 他通过近身祈祷 看见从天然六字真言放射出五色光彩 呼应到对面岩石出现的观音 救度佛母 码头金刚等佛 菩萨向上 各项放光明 找到六字真言上 从此六字真言逐渐被藏人所接受 后来随着西藏和中原内地的交流 逐渐演变为 具有中华民族共识的文化符号 六字真言的现代汉语读音为 鸿 马 尼 北 美 鸿 汉传佛教 藏传佛教 发音都有微小的不同 这三点 这三点 改变了 三点 我不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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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补所长 当然我说这些不是给大家科普宗教 因为那是以后的坑 今年我应该会出专门讲解思想碰撞的视频 这里我想给小伙伴们说的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核心思想 包容 何一璇之所以问中原人姓什么 夏一璇认为中原人只有一种信仰 是因为他是个孤独且自我的人 他崇尚的是霸权主义 憧憬的是并不平等的社会 所以他没有一颗包容的心 何一璇其实只是那个战断年代下一个小小野心家的缩影 这是时代和文化以及生长环境所造成的悲剧 而我们的文化之所以能传承数千载而不断层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正是因为我们中华的包容 在我们学会包容别人的思想 不把自己强加给别人那一刻 我们的格局就注定会和他人不同 当父母学会不把思想强加给孩子 孩子会获得健康的成长空间 当好友学会不把思想强加给对方 朋友之间可以获得深厚的友谊 当爱人学会互相去包容对方 理解对方的缺点和习惯 感情就可以美满幸福 此处建议把格局打在公平上 包容是我们文化的体现 也是我们中华独有的智慧 基于包容的思想 我们学会了不去擅作主张的中庸之道 有了因在阳之内都在阳之对的辩证思想 学会倾听他人的话语 学会了尊重每一个个体的独立思想 学会了换位思考 这才是我们海纳百川的中华民族 希望屏幕前的小伙伴们也都能有一颗 中华人民应该有的包容的心 给我投下两个圆圆的硬币 最后我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而骄傲 和声五亮天尊 我们下戏再见 帮助 人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